台长讲故事 人生大道理 佛法无边境 不提在心间 就让我们来听听 台长讲故事 有一位朋友 他去拜访事业有成的学者 他就说 这个世界你能告诉我有没有命运啊 结果这个学者就说 当然有啊 既然命运注定 那么我要奋斗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事业成功者 抓起他的手 要帮他假装的看看手相 告诉他算算命啊 告诉他你的这个事业运啊 这个命啊 这个身体啊 看他手相 结果说 把你的手啊 现在呢 握起来 你的命运现在哪里 这个人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掌心当中啊 成功者说 命运虽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不是在别人的嘴巴里的 很多人的一生做错事情 就是因为别人说什么 而他去相信什么 就是因为别人说他不好 他就改变了自己正确的理念 所以这个就是你命没有控制到自己的手掌心当中 成功者告诉大家 他说命运绝大部分是掌握在你的手中 但是还有很多的命运线是流出你的手掌的 所以部分是人为所不能控制的 这就是你的命 能控制的就叫运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 人的一生能否成功 实际上 命占有70% 而运占有30% 所以很多的人 想拼命的改变自己的命 非常的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大家想一想 算命算命 从来没有说算命运的 实际上运是你自己在掌握 想用这30%来改变你70% 的确很累 但是当我们学佛之后 有菩萨的保佑 我们就能用30%来改变自己的命 这就是学佛人 叫学佛改命 我们学佛的人 就是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学佛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 2500年之前 我们的佛陀就把佛法带入人间 这就是要学佛学法 来改变自己真正在人生的命运 那 谢谢大家